我们在家里变了很长时间的终于出去玩了 来到长州东远了 老公你看这个百户好可爱呀 我们家里也养一个呗 我们家里不是已经养了吗 有吗 有啊 啥时候 你仔细想想 你开车就开车呀 你居然开到我身上来了 你是什么意思呢 开车不往你身上开不是没意思吗 这白虎真的可爱 直接把这个轮胎压在我脸上 你的轮胎压别人脸压得少吗 David 去尾吗 我们 给长州贡献一点GDP 我们刚才为了大翔 就是一分二十块钱 但是那个爷爷特别好 他给我们是两分了 你小心他被他领导看见 不会的 他那个很闪亮的很好的 还有啊老公 大翔啊 你真的要向他多学学啊 他那个鼻子好灵活呀 他是鼻子 他是鼻子 对呀 他是鼻子 多学学你不要啰嗦就可以了 娘的出去玩 去别的地方都没嫌弃我 来动物园去 哎呀 哎呀 最虎妈妈 门虎四胞胎 现在国家鼓励 生孩子已经是这样鼓励的啊 已经拿动物给我们内卷了 你经历了吗 我问你啊 我先去向大象学习学习吧 你去啊 传说中俄罗斯每家每户都要养 哈哈哈哈 每户人家都会养的宠物是吧 对呀 都要养熊啊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传言 说俄罗斯人家里面养熊 没有啊 对不对 我们出来就是 我们家里都是养 药还有背熊 就是这么说的 虎要背熊是吧 虎背熊药 虎背熊药 就其他没有的 我们家其实都是养白虎的好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刚才揍得太轻了 哦 大公 你刚才看见了吗 那个佩佩 屁股好红啊 都很胀是吧 嗯 你的也很胀呀 你也不 我不开玩笑了 你不要那个 一直 听说 听说他们就是要发情的时候 啊 屁股就会变得又红又胀 还会发光 为了吸引异性 哦 我以为他们就是生病啊啥的 所以现在我们广大的女性 都喜欢去那个健身房里面 对吧 做深蹲锻炼 然后穿着那个 紧身裤之后 它也会发光发亮 其实这个人类 跟他们真的是同一个祖先 你发现没有 对 对 没错 还好我现在没有穿那个新生裤啊 不然会有点像啊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么现在这个脸皮越来越薄了呢 我发现你 一直很薄啊 是吗 啊 啊 现在就出来开个高速都已经开心死了 是吧 对啊 且玩且珍惜 嗯 终于又到了这个暑假快要到的这个时间 对啊 我每次都赶在暑假之前玩啊 对 我们每次来到这个动物园人特别多啊 现在几乎没什么人啊 对不对 真的 就想喂动物花最的钱都花不了了 因为没有工作人员 对工作人员 他们是不是 我怀疑是不是工作人员变少了 有可能 对我们刚才想去喂那个老虎 还有熊 对啊 都没有工作人员 都没有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啊 唉 打工人太辛苦了 嗯 我们就是很辛苦 哈哈哈 好 打工人也好 那大婶 啊 你觉得维系夫妻之间的感情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都想大自然动物学习 哈哈哈哈我认真的问你 多陪家人出来出去玩啊 哎 有道理 嗯 你看我的小朋友好久没有出来了 就是呀 哎呀开心死了 我这个小朋友也好久没有出来 小朋友你哪里小 你哪里小 我好像没有 没有小的地方 小的地方我又不能说 哈哈哈哈 老公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我每次说我皮肤太白了就不喜欢 因为每次蚊子一样就直接清的 直接清的 对呀 哎呀白种人的这个蚊子包都跟我不一样 就是呀 每次 就咬你 你就一个包就 就就完事了 对远一点都看不见 就是 哎你看一下他 他这个速度怎么这么快 来呀 来泰山快过来 哈哈哈哈 哈哈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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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都流行超级英雄女性化吗 有女超人 哎呀泰山泰山 卡在那里了 哈哈 我发现我的手臂虽然粗 但是一点都不行 没有力气是吧 没有力气是吧 大月你先去跟妈妈一起玩 算了 没有你夹紧这根绳子就行 用腿夹紧 我怎么上来呢 爬上来 爬上来 我没有穿安全裤 没有人 没有人 有猴子 猴子还看着是吧 我不行 好处 好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